小夕 你醉了 谢谢星辰哥哥不讨厌我 小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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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妮 能别发神经了行吗 你天天在家呆着什么也不干 闲人一个哪那么多事啊 三年前 为了救我旁边的这个男人 我毁容了 毁容意味着我的职场生涯也彻底终结了 我叫韩俊 现在是一名家庭主妇 你怎么不早点喊我起来 马上要迟到了 你自己磨的那杯豆浆自己喝吧 我昨天去了趟医院 医生说我这脸还有恢复的可能性 就是得多花点钱 多少钱 七十万 什么 我算了一下 如果我接受整容的话 回来我还可以继续做销售 七十万差不多三年就能赚回来 销售 韩俊 你还以为自己是二十多岁的小姑娘 你都三十二岁了你知道吗 哪家公司会用一个大人妇女当销售 只要我有能力 再大都不需要买 我劝你还是别想了 上半年光还房贷就还了三十多万出去 现在家里一共就十几万的存款 你要去花七十万就这么行 日子不过了 那有了钱再说吧 那有了钱再说吧 对了韩俊 在家里做个安心本分的家庭主妇不好吗 别一天到晚有事没事想着你那种破裂 即使她对我是这样的态度 我依然坚信她还是爱我的 直到这个女子出现了 我都知道她是爱着的 我说别人知道她是爱的 我看得到她是爱的 那你觉得她是爱的 你觉得她是爱的 我刚才那招都已经被想要 你怎么知道她是爱的 我看得到她是爱的 她真是然后她是爱的 我她跟她是爱的 我会打托了她 我看到她们是爱的 我就爱她之后 她是爱的 她 她是爱的 大人都没有喜欢她 她是爱的 我喜欢她的 进城哥哥 好久不见 李小夕 你怎么来了 进城哥哥 能见到你真好 这么多年不见 你这是越来越漂亮 来 坐 我去给你倒杯水 进城哥哥的变化也很大 不愧是我大学 最崇拜的学长 这么年轻 就当上老总监 而且 还这么帅 你的嘴巴是越来越甜了 还有 人家说的是大实话 对了 这次魏华集团派来的销售代表 就是你吧 我一听我们主管说 对接的人是你 我就立马自见 毕竟 能和自己男神共事的机会 我可得抓住 男神 我 你很优秀的好吧 我大学的时候 就最崇拜你了 我还暗恋过你 我还暗恋过你 我记得有一次 咱们学校的拔河比赛 当时 你好威武啊 我还偷偷地 拍了一张你的照片 到现在还 真藏着呢 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我记得那会儿 你也是咱们戏里的一枝花 每天呢 很多男同学 跟在你的后面 哎呀 这一晃 这么多年过去了 没想到咱俩又在职场相遇了 真是太巧了 所以 我一听 对接人是你 我就 小夕啊 你怎么了 不舒服 坐 没事 我就是 想到要来见你 太激动了 没吃早饭就来了 哦 要不 我带你去吃个早饭 你这样对身体不好的 不用不用 不用 不用以为我耽误工作 真的不用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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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下就行了 不过 谢谢京城哥哥的关心 对了 京城哥哥 你结婚了吗 嗯 是 韩静姐姐吗 是的 我真羡慕他 能嫁给你这么好的男人 有什么可羡慕 其实这婚姻啊 也就那么回事 哎喂老公 我到你们公司楼下了 给你带了早饭 早上不是没吃饭吗 哎正好我今天见一下方姐 你别上来 你去对面的餐厅等我 我看一下方姐忙完了没有 可我给你带了早饭 我都说了不吃了 你现在这个样子来的公司 别人会议论我的 好了不说了 京城哥哥 是谁惹你这么不开心啊 没事 一个难缠的客户而已 别理他 韩静 没想到你开职场 我们的友谊 我们的友谊反而加深了 你最近怎么样 家庭主妇吗 今天出门想化个妆 都感觉不太弄得来了 好像跟这个社会已经脱节了 韩静啊 女人任何时候都要有自信 方姐 这位酒我敬您 这次能够成功晋升 离不开您在背后的帮助 感谢您的信任和栽培 我干了 您随意 方姐 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俩的照顾 胃不好就别喝 喝多了又难受 方姐 这杯酒啊 我替她敬你 我能喝 不能喝就是不能喝 自己不知道心疼自己 我还心疼 京城啊 你是得好好心疼韩静 这次采购总监的位置 论实力 大鹏不输你 但最后还是决定选择你 知道为什么吗 就冲着你对韩静 有情有义这件事 这才是我最看重的 韩静啊 京城在五公司 可是出了名的好男人 您过奖啊 他从不跟女客户单独出去 平时公司聚餐 也不会超过十一点回家 哪怕我的面子也不给 是啊 京城对我一直都挺好的 一个对老婆好 顾家的男人 才会对公司负责 来 吃菜 都老夫老妻了 非要带我来寻什么浪漫 喝什么咖啡 来了还不是各玩各的 我不是想着你平常 工作那么忙 今天好不容易休息一天 我也带你散散心 散心 一个家庭主妇 能把家里照顾好 别给我添乱就好了 呀 京城哥哥 这么巧你也来口咖啡啊 啊 是啊小夕 这个 这个 是嫂子吧 真的温柔又大方 我介绍一下 这是韩静 我爱你 韩静姐你好 我是李小夕 是 京城哥哥的 学妹 我怎么没听过 你还有个学妹呀 我以前是见过你的 我跟京城哥哥是 在大学社团认识的 哦 你好 韩姐姐 你的脸 韩姐姐 你的脸 对不起啊 韩姐姐 我平常就是大大咧咧的 你不要介意啊 小夕 你喝点什么 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吗 会不会 打扰到你们呀 不会啊 你是我老公的朋友 也就是我的朋友 韩姐姐 你真太好了 你都不知道 我虽然来这两三年了 一直都是一个人 其实 也挺孤单的 不会吧 你这么漂亮 肯定很多男生 喜欢你吧 我不像韩姐姐 这么幸运 能遇见 像京城哥哥 这么好的男人 你这么好看 还这么会说话 一定会遇到的 我要是 能遇见像京城哥哥 这么好的男人 我一定会 毫不犹豫地答应的 绿茶当着你的面 勾引你的老公 你会怎么做 我就开个玩笑呢 像京城哥哥 这么好的男人 身边肯定早就有像 韩姐姐这么优秀的老婆了 又怎么可能会 看上我呢 谢谢 你这边点个喝 谢谢京城哥哥 你可以 nov atoire یا 咩咩咩咩咩咩我 安姐姐 我们加个微信吧 啊 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想跟你做朋友 啊 来吧 金城哥哥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这样像以前我们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每个周末 我们也会找个咖啡厅 一起畅聊一些社团的事 这个好好吃啊 金城哥哥 我记得你也喜欢吃甜的 尝一下 谢谢我自己 金城哥血糖太高了 不能吃甜的 韩姐姐 对不起啊 我平时就是大淡烈烈的 我跟金城哥哥 之前大学的时候就是铁哥们 你别多想啊 你金城学长已经结婚了 不是大学的时候了 对不起啊 韩姐姐 是我不懂事了 你不要生我的气啊 不会生气的 好了好了 小夕也不知道我不能吃甜的 人也是好意啊 金城哥哥 你不要怪韩姐姐 是我的错 是我不懂事 对不起啊 韩姐姐 别生我的气 我下次一定会注意的 没事 不怪你 你跟那个李小夕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有什么问题吗 她只不过是我大学社团里 一个关系不错的学妹而已 我觉得她最近出现有点奇怪 有点不怀好意 你最好离她远一点 韩姐 现在该不会 我身边只要有女人 你就会觉得别人不怀好意吧 我知道你自卑 但你还总得有个度吧 我告诉你啊 今天在咖啡厅里 我已经给足你面子了 看你真该去看一看医生 金城哥哥 这次我可是向我们徐总下了军令状的 订单的事 你考虑的怎么样 上次我也给你介绍了一下 我们公司的情况和优势 这一季组的订单 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们公司呢 小夕 你是知道的 想跟我们公司合作的 绝对不止你们一家 所以我们也得进行综合评估 咱们别说最终的结果 金城哥哥 你就不能看在老同学的份上 帮一帮我吗 帮一帮我吗 我真的很需要这个订单 你都不知道 我们组长一直想占我的便宜 我不从 所以 他就在工作上给我穿小鞋 我都来公司两年了 一直没什么成绩 金城哥哥 这一次 我是因为你 才向我们徐总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 金城哥哥 你真的 忍心让我们组长欺负我吗 我们组长这么过犯 嗯 金城哥哥 拜托拜托 好了 你把合同拿过来 我再帮你看一眼 有些条件我再帮你盖开 嘿 谢谢金城哥哥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这份合同 网站条件 他都是有一些问题的 最容易知道 还有这一条第四条 看吧 這點還有這個 第八條這方面支付46,300 和這個金融輪呢 嗯 喂媽 靜靜生日快樂謝謝媽 哎你知道的我不愛出門 我買了點菜準備自己在家做 我經常說了他回來陪我過生日 放心吧 行 嗯再見嗎 喂 金城哥哥 今天我們老闆誇獎我了 還說要給我發獎金呢 那恭喜你了 以後你們組長可不敢欺負你了 這都是你的功勞金城哥哥 如果沒有你我也不可能拿下這次訂單 你就是我的偶像 我的最強外貫 不行 今天晚上你必須讓我好好的請你吃個飯 那都不好意思 我就是怕你不同意 所以 這個可以再玩 既然你這麼有誠意啊 啊 走 走吧 走吧 金城哥哥我敬你一杯 我那些同事知道我跟你關係很好 大家都羨慕得不得了 就連我們老總都對我合約約色的 還說要升我做小組長嗎 金城哥哥我發現 你真的沒有辜負我對你的喜歡 沒有沒有 這些啊都是你的努力換來的 恭喜你 我再敬你一杯 慢點喝 我今天就是太高興了 不但得到了我領導的肯定 而且 還能和我大學時候的偶像 單獨共進晚餐 這是我以前做夢都不敢想的事 自從遇見了你之後 我變得好幸福好幸福 不行 我得再敬你這杯 哎 好了 意思一下就行了 小姑娘家家的 你這樣喝會把身體給喝壞 嗯 嗯 小溪 你醉了 有人關心自己的感覺 真幸福 你都不知道 我這些年有多孤單 沒有家人 沒有朋友 一直都是一個人 小溪 你在這裏也兩三年了 怎麼會沒有朋友呢 我不喜歡跟異性做朋友 我又不喜歡他們 女生 又不喜歡跟我當朋友 你知道他們怎麼說嗎 他們說 我長得太漂亮了 會勾引他們的男朋友 你說好笑不好笑 我是不是真的很討人厭啊 為什麼沒有人 跟我做朋友呢 不會啊 我就不覺得你討厭 謝謝京城哥哥不討厭我 小溪 小溪 你醉了 我送你回去吧 慢點慢點 10分鐘 兒子 你是否這裏也會重新 你能做我朋友嗎 小七 你說什麼呢我們本來就是朋友 你說什麼呢我們本來就是朋友 我能過來 留下來陪陪我 你先安心睡覺 我有點事我先回去了 我喜歡你 你喝醉了 你在說醉話呢 我不喝醉的話 我能這麼勇敢的為你表達我的愛嗎 小七我 我知道 我不該喜歡 我也知道 配不上 你是精神哥哥 我現在 每天心裡眼裡都是你 姐 我 不要的不多 只要在你心裡面 就一點點會吃就好了 不行 我是有家庭的 你聽 你的心跳跳得這麼快 是不是證明 你的心裡面也有我 其實要的不多 只要你心裡面有一點點我的位置就好 好 其實要的不多 只要你心裡面有一點點我的位置就好 你心裡面有一點點我的位置就好 沒問題 1种语言 1种语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没事可能是我想多了 谢谢你啊 难道真的是我多想吗 总监 我已经按您交代的跟韩晶姐说了 走吧 韩晶姐 我啊 正好我们结婚今天日快到了 我发你地址 相送河畔酒店 对啊 他们家不仅东西超级好吃 跟心爱的人一起来 不要太棒 你有男朋友了 是啊 一切发生的都太突然 他是一个特别温柔体贴的男人 之前你不还说不好找 这速度真快的 没办法 他说 第一眼看到我的脸就心动了 说我是初恋恋 韩晶姐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提到脸的 你也很漂亮 真的 哎呀 我嘴巴不会说话 总之 你不要往心里去哦 不会说话的人 倒是把扎人心的话都说 哎呀韩晶姐姐 人家真的不是故意的了 没想到我这么敏感 我提醒你一下 我也是个女人 喂回来了吗 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 我今天接了个零食通知 晚上就不回去了 你自己吃吧 这么突然 就在隔壁市啊 很近的 明天就回去啊 行 那你注意 过了 京城哥哥 怎么能别对韩晶姐那么凶啊 他真的挺好的 我怎么态度就不好了 再说了 我要是对他态度很好 你不吃醋啊 哎 好烟 人家 其实知道自己的位置 我也没想过跟他比 我已经很满足了 小可莱 你样子真让人心疼 回来了 嗯 冰箱里给你留了牛肉馅饺子 吃了吗 吃了吗 不吃了 儿子跟外婆今天打视频电话过来了 没找到你他都急哭了 你一会给他们回个电话 你就不能帮我跟孩子解释一下吗 你昨天晚上又去哪了 我去哪了 啊 我不出去应酬 难道靠你养家户口啊 整天疑神疑鬼的 反正我告诉你 以后别拿孩子来压我 这个家庭主妇 你是不是连安抚个孩子都不行啊 我只是担心你 告诉你 我每天工作压力都非常大 难道回来之后 还要面对你的严刑拷打 上次医院的那个医生又联系我了 他说最近他们医院搞一个特价活动 现在做手术的话 便宜五六万 那也得留住 不是我不让你去做手术 我们要是有钱 我一定毫不犹豫 关键是咱们现在没钱 你难道想为了你这张脸 咱们卖车卖房 咱们一家三口去睡大脑路吗 我还是想出去做点事情的 好了好了 这事先不聊了 你就探望 这个女人难道是在工人挑衅我吗 这也太嚣张了 我叫韩靖 是一个家庭主妇 在过去的几天里 我遭受到了小三的工人挑衅 我准备收集她出口的证据 好 您好 18号晚上在这里就餐丢了一条手链 这手小票你看一下 我想看一下监控 找一下那条手链一看可以 好的这边帮你查一下 您看一下 你这有别的摄像头角度吗 能拍到这个男人正面的 我们就在一个摄像头 今晚有个聚会 我就不回来吃了 你最近应酬还挺多的 没办法 生意不好做 好了 哎 知道有家餐厅叫相送河畔吗 问你这都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是李小夕跟我说 他们家菜很好吃 推荐我们去呢 哈宁 什么意思 你难道在怀疑我跟他有不账当关系吗 拜托你 以后有话直接说 真是无理 他为什么那么敏感 韩姐姐 韩姐姐 你来干什么 韩姐姐是不欢迎我吧 哇韩姐姐 你家里收拾的好干净啊 不像我 家里总是乱七八糟的 我呀 应该好好向你学习学习 如何当一个家庭主妇呢 家庭主妇啊 我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家庭主妇 韩姐姐你真幸福 有京城哥哥就够了 不像我 还得自己赚钱 养活自己呢 你京城哥哥买的绿茶 尝尝 绿茶 不要 人家喝不来 你多喝点 那你今天来 是有什么事跟我讲了 韩姐姐 韩姐 上次 你发消息说 你也是女人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姐姐 我不会是 做做什么 惹你生气了吧 还是说 我身上的女人味 自己当中 你那些狐狈手的 骗那些瞎脸的男人可以 在我这你倒好还不够 我装的确实挺内的 既然咱们快乐说到这份上 那我就告诉你 你的男人我看上了 这个家 以后女主人的位置 我要定了 不要 不要 你这么在意京城啊 真可怜 看在你这么可怜的份上 我先吃一口 我哪天玩腻了 想换个男人呢 吐出来 还给你呀 那你也得吃着下呀 京城心里但凡有一点儿 你的位置 你今天也不会找上门来 京城哥哥说你性格泪泪 不会说话 我看你才是最会装的那个 放狠话咱们谁都会 但是最后谁输谁 还不一定呢 我要求你现在立刻马上 滚出我的家 可以啊 不过以后这个家谁说了算了 还不一定呢 拜拜 拜拜 老公 大早上回来心情不错呀 吓我一跳 你怎么不吹一声 以前聚会也不见得你通宵啊 昨晚大明他们喝多了 究竟住下 我看朋友圈了 你们同学聚会 大明他们都带了老婆 那个李小夕也跟你在一起 你怎么没跟我说呀 好 我以为你不喜欢那种人多的场合 是不喜欢还是不方便 看见 别无理取闹了行吗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离那个李小夕远一点 我就奇了怪了 这李小夕到底哪里惹你 他都要抢我老公了 你还说我无理取闹 懒得理你 懒得理你 我告诉你 老公是用来爱的 不是用来抢的 真是无聊 你是懒得理我 还是作罪心虚 我有什么可心虚的 没错 我是碰到李小夕了 可是赵又能说明什么呢 我告诉你韩靖 大明李小夕 大学的时候我们可都是一个社团的 所以李小夕出现在那里 有什么可奇怪的 既然没什么 那你为什么不带我一起去 金城 你嫌弃我 韩靖 我本来不想说这句话的 这是你逼我的 你看看你这张脸 你带他出去吗 你现在连个装你都懒得慌 带你出去给我丢人现眼吗 金城 你给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跟那个李小夕搞在一起了 别无理取闹了行吗 李小夕是我的合作伙伴 你让我不要跟他往来 行啊 那我现在去把工作辞了好不好 你来赚钱 你来养家 韩靖 我不求你为这个家庭 能有多大的贡献 但你能不能别每天疑神疑鬼的 算我求你了行吗 你来赚钱 你来养家 韩靖 我不求你为这个家庭 你们这平时没什么事 别偏偏想着自己的那条暴力 而且你的男人在外面非洲有别的女人 你只要给我给我给我几米止 把我开出去 行吗 别 我上班都这么累了 你还想做这个事 能踏实往睡会 身体是不会撒谎的 看来我的这份婚姻 是很难挽回来 我叫韩靖 是一名家庭主妇 我怀疑我老公跟一个女人 有个正当关系 我准备反击 喂 小唐啊 我是韩靖 韩靖姐 有事吗 是这样的 你金城哥啊 他有几个文件落在家里了 我昨天是听说 他这几个文件都挺重要的 我想着要不要去给他送一下 这样啊 总监今天在外面约了客户 这会儿估计正在跟客户开会呢 要不这样 我把给总监预定的包房地址发给你 辛苦你送一下 你 听我解释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给我解释 可以解释 有什么 你别走 听我说清楚 有人现眼吗 我跟他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吗 我有什么可行趣的 别无理取闹了行吗 你真可怜 你跟男人我看上了 这个家 以后女主人的位置我要定了 我们离婚吧 离婚 你疯了吧 咱们这婚是说离就能离的吗 知道你现在非常生气 你说吧 你要怎么样才能原谅我 我不过就是犯了一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 小小的错误而已 这一次我没有办法原谅 没办法原谅我 看看你这张脸 我每次看到你我都提不起劲来 你再想想这个家平时都是谁在养着 没了我你敢这么活 你别忘了我的脸是因为谁变成这个样子的 你现在说出这句话你有良心吗 好了好了 就当我刚才说的也是气话 这婚啊再别离了心 你当我是小姑娘的那么好吼 这婚必须离啊 儿子给我 从今以后 别想再介绍儿子 钱我可以一分不要 儿子我绝对不可能给你 以为你的经济能力 法院会把儿子判给你吗 咱们在一起的房贷车贷 每个月加在一起好几万 再加上这几年的生活费 你不要搞错了 这都是我在赚钱 离了我 你要饭酒 哈哈哈哈 韩靖 我可告诉你跟我离婚 只有一个结果 一无所有 我韩靖当初真是瞎了眼 为了救你差点丢了我自己这条性命 我跟你说 这婚我必须离 啊 咱们走着瞧 我倒想看看这婚 怎么跟我离得了 我要是想要抚养权的话 我应该怎么办 红线啊以后给你打 你怎么来了滚 滚可以但是咱们把话说开了 那这可是金城哥哥 才给我买的房子 一百六十多万呢 他哪来那么多钱 我劝你别被他骗了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房子在我 听说 你想整容 金城不给你钱吧 这房子呢 我就随口提了你 他就答应了 你说 咱俩 熟亲熟众吗 其实我也挺佩服你的 明明都看见自己男人跟别的女人搞在一起了 还能当作 什么事都没发生 也就你这副没用的样子 金城 才能肆无忌惮吧 真可怜呀 放大你一堆 你都不知道自己是小三啊 什么人 你要干啊 不要啊 给我人家老公啊 你要干啊 给我人家老公啊 我快走 啊 滚 我快走 我快走 金城 你竟然花一百六十万给那个女人买房 这呢是金城哥哥上车给我买的房子 一百六十多万呢 关键是咱们现在没钱 你难道想为了你这张脸啊 咱们卖车卖房 咱们一家三口就却大忙吗 金城 你一直在骗我 我韩靖拿点对不起你 你怎么忍心这么对我 哎老婆来了 你看 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 来先喝杯牛奶 每天都在坚持喝 可以改善你的睡觉 别碰我 看在这么多年夫妻的份上 吃完这顿饭 把零魂输起来了吧 老婆 别闹了好不好 别闹了好不好 咱们这婚哪是说离就能离的呢 没得商量 你就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跟我去离婚 老婆 看孩子的份上 咱先搂进几天好 你冲着 没想到他在我面前还能这么死皮赖脸的软毛硬跑 好 你要演我就陪你演 这个项目挺顺的 方姐您看一下 好的 回头我看一下 抱歉 哎呀 我跟方姐在开会呢 一会开完会我就回去 哎呀 我没骗你我没有别的女人 好老婆 我发誓 无论是以前 现在 还是以后 我都只爱你一个 能别胡思乱想吗 对了 医生不是说 让你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好好好 我一会就回去 好 先这样 挂了 听话 怎么了 是韩姐 她最近老是胡思乱想 把以我外感有女人 只要我回去稍微晚点 她就闹情绪 也怪我 没有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怎么会这样 上次见她还不是好好的吗 有没有去看医生 自从上次车祸以后 她的状态就一直不稳定 医生说 她这精神方面出了问题 我没敢告诉她 其实啊 我自己也挺害怕的 有时间 多陪陪她 哎 方姐 还是你们关系好 拜托您抽空 也帮我去开导开导她 这个自然 我和韩静这么多年的交情 她遇到困难 我肯定是要帮她的 那太感谢您了 老婆 起来吃早饭了 老婆 起来吃早餐了 以后早餐我承包了 请你吃什么 尽管给我说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求你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求你看着孩子的份上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咱们不吃药 吃药有依赖性 咱就喝高盖的牛奶 她不但有助于睡眠 健康 哎 怎么呢老婆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们是那狗男女 你们要骗我 你们要对人一起 老婆 我就是要抱你 你是不是做了梦了 老婆 你别愿意 你冷静点 给我牛奶 好 我去给你倒牛奶 我根本控制不了我自己 我们不是离婚了吗 为什么还在一起 离什么魂啊老婆 我知道是我不好 我刺激了你 让我以后好好地弥补你好吗 我要喝牛奶 好 我这就去给你倒牛奶 老婆 牛奶 喝这杯牛奶 好好去睡一觉 对了 方姐说想请咱俩吃个饭 你下午去趟公司 我先过去了 我怎么了 为什么我一直想喝这个牛奶 直到 stem 你个人 你好好 我看你到底还能做出什么事情 老婆 你先坐会 等会儿方姐开完了会 咱们一起去吃饭 這杯水你先喝一下 我去看看方姐的時間 親愛的下班沒 人家想你了 晚上過來嗎 是誰 怎麼了 諾麗是誰 還沒有 你到底怎麼了 諾麗是誰 告訴我諾麗是誰 你是不是還有別的女人啊 你是不是還有誰別的女人 你為什麼已經可以就騙我 好了 函麗啊 我理解你現在情緒不穩定 但拜託你冷靜一點好嗎 我為了兒子我一次一次相信你 你呢 你騙我 我去去 我要下方姐都罰你 函麗 快出去 函麗 函麗你給我說 函麗 你放你搞罰你 函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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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開開門啊 函麗 發生什麼了 哦 方姐 是函麗 昨天晚上我不是讓您開導開導她嗎 結果她來得早就先進去了 我剛給倒了一杯水 回去以後情緒就又失控 方姐 函麗的狀態 最近是越來越嚴重 你開導開導她 安靜是我方姐 你先把門打開 安靜 你怎麼了 方姐 方姐 你先把門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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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莫莉姐姐 莫莉阿姨 咱以後說話能有點分寸行嗎 你這現在弄的 我老不動誤會了 行了啊 掛了 現在 你總算相信了吧 這個莫莉平時喜歡開玩笑 沒分寸 而且她都快五十了 都能做競爭的媽了 對不起啊 是我誤會你了 安靜 我希望以後 你能多給我一些幸運 好了 誤會解除了 來 韓清看看 先吃點什麼 我去趟協助間 你們先點 來 咱們先點 方姐 我能問你一個問題嗎 韓清 咱們這麼多年的關係 有問題你儘管問 我們家金城一年 到底能掙多少錢 她 她 我也是洗個手 方姐 韓清 她有跟您說什麼 她最近總是像在躲避我呀 韓清現在狀態的確不太好 現在她極度缺乏安全感 剛才你一走 她就問我你一年收入有多少 還問我你訂單 坦承後能有多少獎金 我現在工資卡 可是一直交給她保管的 你說還讓我怎麼做 哦 對了方姐 那您是怎麼跟她說的呢 我實話實說呀 你一年工資加起來一百多萬 十萬元寄套獎金的事 我還沒來得及告訴她 她是有些過於敏感了 方姐 你一定要幫我多勸勸她 她現在的情況 的確不樂觀 不行 還是去醫院看看吧 我現在公資卡了 可是一直交給她保管的 你說還讓我怎麼做 哦對了方姐 那您是怎麼跟她說的呢 你每年公資加獎金 大概一百萬 十萬元寄套獎金的事 我還沒來得及告訴她 金長 這麼多年我為這個家整日操勞 你賺的錢不僅不告訴我 還用來養小三 原來你一直把我當傻子 這筆賬 咱們就來好 不能喝不能喝 一定要控制住自己 只能不能喝酒 不喝酒 要給我喝酒 不喝酒 我還沒喝酒 不喝酒 我還沒喝酒 不喝酒 不喝酒 我還沒喝酒 我陪你把這齣戲演下去 你和那個女人 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退價 不好意思啊 路上堵车了 哎 金城哥哥说心疼我 所以 不想让我挤地铁 给我买了辆车 你说 他怎么这么体贴呢 还装呢 你应该知道 他心里早已经没有你了 不过你也该理解呀 哪个男人 能受得了你这副鬼样子 更何况 像金城哥哥 这么事业有成的男人 我劝你啊 还是自己主动退出 这样 我还能帮你说说好话 你能得个善纵 说完了 送你个礼物 这个表格 是我从金城电脑上面 拷贝下来的 和你们公司同时竞争的 有三家公司 可金城偏偏选择了 差价五十万的你 金城哥哥选择我们公司 证明他信任我 信任 那如果我说是你信贿赂了金城呢 那如果我说是你信贿赂了金城呢 你有什么证据 你为了让公司竞标成功 主动勾引贿赂金城 并长期保持情人关系 如果我把这个话告诉方姐的话 就算你告诉方姐 我也不会认 不要脸就是好啊 那我只能再送你一份 不能拒绝的大礼了 这不过是我跟金城哥哥 公司签的一份合同 我还约什么大礼呢 是吗 既然你这么无所谓的话 那我就把这份合同寄给你们公司老总怎么样 哎呦对了 你们公司老总还不知道 你吃公司回扣的事了吧 你怎么知道的 你以为我那天去金城办公室干什么 扮演疯朋友要陪你们演戏啊 我要去告诉方姐告诉我你 我要去告诉你 告诉他那个狐狸精 还有那个小事 你们不要脸 你是去拿这份合同的 你是一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 注册资金五百万 你胆子也真是够大的 既然敢把差价直接打进自己的账户 我已经帮你打听过了 像你这种以不法行为拿公司回扣 并且金额巨大的 不仅要把吃掉的钱全都透出来 并且五年以上要几步行 韩姐姐 我错了 求你别告发我 好啊 那我倒是要听听 错哪了 我 我错在我不要脸 我不该去购引金城坑 我更不该拦你整容的钱去买房 还不知天高天后的去挑衅你 韩姐姐我真的知道错了 只要你不告我 你打我慢我都可以 打你我都嫌脏 韩姐姐 你别听 只要你消消消消 看在你那么有诚意的份上 给你个机会 好 你说 你要我做什么 把金城给你买房子的钱给我 可是 可是我现在 拿不出那么多钱 我可不可以 不可以 明天这个时间我要看到钱到账 好 我去做钱 求你别搞发我 金城哥哥 你不说要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找我吗 赶紧说 金城哥哥 我最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 没有 那你为什么最近都不来找我 我不是告诉过你 最近我们最好是不要见面 可是人家想你怎么办 行了 有什么重要的事 快说 他来找我了 你说什么 他说 他举报我 毁度你 他这是要毁了你跟我 就凭他 不行 他手上好像真的有我们的证据 万一 万一他向方姐举报我们 就彻底的完了 这 这 你怎么办 够就让他够去 他现在就是一个精神病 谁会相信他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最近不要见面 我也不会再来 什么意思 叶小夕 我不能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不能跟韩晋离婚 我也不让方姐怀疑我 我们最近不要再见面 你这是 不要我了吗 我说了只是暂时的 你是个聪明 你知道该怎么做的 你知道该怎么做的 可是我害怕 我害怕的找我算账 万一他叫我们老 去帮我 帮我以后还怎么做人啊 金城哥哥 我求求你再帮帮我好不好 行了 零小时我告诉你 刚才说的我都已经都说了 如果你继续这样 只能跟你分手 好了 乖乖听话 我说过只是暂时的 现在受一点委屈 以后我加倍补偿你 啊 啊 啊 怎么了老婆 我关掉他 关掉他 怎么怎么往回来 你是不是又去找对狐狸精了 没有啊 就是公司有个会 晚了点 怎么了 我不信 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不信 你肯定又去找那个女人啊 是不是 我就是去找他了 我今天找他 我明天找他我从天还找他 你也不知道我怎么样 你不是 我要去告诉方姐 我告诉方姐 我告诉方姐 我告诉方姐你跟李小琴的丑事 我刚罚你 扯发我 啊 你去啊 你看方姐是相信我呢 还是相信你这个神经病 我不是神经病 方姐一定会相信我的 方姐她一定会相信我的 你便宜不信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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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那個傻女人 他以為你是真的愛的 韓靜我告訴你 無論誰都不能成為我職場的絆腳石 不管是你也好 李小溪也好 勸你乖乖聽話 負責的話 你別怪我父親自己 你告訴我你說我是神經病 那我殺人是不是都不犯法呀 你不要過來送給 送給送給啊 啊 你不要以為你給我牛奶裡下藥我不知道 從你出軌的第一天開始 我的第六感就告訴了我 你想怎麼樣 我想怎麼樣 我想告訴你 女人不是那麼好人 是我的女人 但是你我都不滿意 我就是那個人 有多寒敬的確認識 我自己有很多 你還去做這種 Pixar燈嗎 我和她ön目的心理 我也會去做這種事情 這樣子 我沒有估計 韩静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当然是要告诉方姐 李小夕为了拿到订单 幸贿赂了你 而你为了跟她睡 不惜损碍公司利益 好啊 那你去找方姐告发我好了 我倒是很好奇 方姐是会相信我这个得力干将 还是相信你的神经病 好啊 我也很好奇 方姐到底会怎么处置一个 你吃里爬外 给妻子下药 想把自己妻子变成神经病的下属 方姐 不好意思啊 有点堵车 白晚了 韩静 你的脸色看起来不是很好 这两天有点失眠 韩静 你一直是一个很优秀 又很要强的人 我知道脸上的伤疤 对你打击很大 可是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不愿意做手术 去修复它呢 我不愿意 京城跟我说 你不想给他压力 他给你在医院预约过很多次 都被你拒绝了 难道不是吗 是的 我是不想给他压力 韩静 我们这么多年的好朋友 你有需要我帮助的 尽管跟我说 方姐我挺好的 真的 挺好 你刚才说有事要跟我说 是什么事 先吃饭吧 方姐 我先去个携手间 夫妻 韩静都跟你说什么了 京城 你是不是和韩静吵架了 他跟你说我们吵架了 这还用韩静说 我又不瞎 我知道你有难处 但是他现在情况已经很不稳定了 你不能再刺激他 是是是都是我的错 要不去看看他 赶紧去 我只是在跟你说事实 选择权在你 我们在相送合饭餐厅 韩静 你到底想干什么 签吧 不用看了 财产你百分之二十 儿子归我 财产我百分之二十 韩静 你可不要搞错了 这些年家里所有的钱都是我赚的 你凭什么拿这么多 凭什么 京城 你是不是觉得让我住进新换的大房子 被冠上京太太的名称之后 我就应该对你感恩戴德了 你别忘了 你能有今天 我也付出了 为了让你专心工作 在过去的一千三百三十七天里 我不敢休息一天 你问问你自己 你见过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吗 孩子发幼儿急诊 连续高烧 我四天四夜没合眼 可你呢 你不但没有管过我 你还怨我没有照顾好孩子 这孩子不是你每天摸摸脑袋 他自己就能长大的 自从我毁容之后 你连喝口水都要我伺候 家里所有事情那都是我一个人 你知道我一个人踩在凳子上 换头胖 趴在地上修水管的时候 我心里有多绝望吗 还有你们家那些爱拍马屁借钱的亲戚 你自己要面子你不想管 你让我去出面维护关系 我跟你说我早就受够了 金城你今天能毫无后顾之忧的 打拼你的事业 那是因为我 把本该属于你的责任和运务 全都扛了起来 行了吧 别把自己说得那么理的 你不就是闲人一个 接送接送孩子打扫打扫卫生吗 我告诉你 这个字我不会请 这婚我也不跟你理 不离婚 嗯 行 那我现在就去告诉报警 你跟李小夕合伙做谋害公司利益的事情 还有 你给我下药的事 如果我报警的话 你想问你的后果会是什么吗 签 你还有的血 不签 等着做了好的你 好 我签 你应该不会出尔反尔吧 我很想你受到应有的惩罚 但是我不想让我儿子有个做过老的爸爸 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给你想要 你永远不要低估女人的第六感 方杰 我们离婚了 韩静 是不是金城欺负你了 告诉方杰 方杰替你做主 没有 是我提的 他只是顺了我的心意 我很感激他 他给了我大半的资产 还把儿子的抚养权给了我 我今天来就是 特意告诉你这件事的 一直以来 你对我们两个都那么地照顾 我们离婚 让你失望了 韩静 如果这是你的选择 我支持你 只是这太突然了 方杰 这是我为自己做出最好的选择 方杰 对不起 我让你失望了 你呀 你以后就知道你今天失去的是什么 方杰 方杰 我跟金城是真心相爱的 李小夕 你胡说什么呢 方杰 我跟你说 之前是他先供应我的 所以我再跟他 敢打我 你凭什么打 你明明说你爱我 你现在想撇向我 你相信 你那瞎胡说什么 谁让你来 是他 是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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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把我新闻录的事告诉方杰了 他还发了录音给我的 真的是他你相信我 我让你闻嘴 是你 是你 妈都没打过我 你别是我当了 我给你啊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这个疯子 你做了 金城 我当你给我个解释 张 backs 你 快 我告訴你啊 這個男人我嚼過了 滿嘴的渣 你要的話我吐給你啊 哎姐 原本以為你是內心單純瘦 心情這麼重 哎聽說了方姐好像要退休了 現在的總裁長得很漂亮 聽說長得像明星 真的 呦誠哥 忙著呢 聽說方姐退休了是吧 是 急動什麼 方姐走了 我終於又有機會 重新回到銷售總監的位置 哎呦誠哥 你現在的職位是後勤部 我看圈了 開會了 走走走去看圈子來 謝謝 人間大臣 которые早以後也有進行 進行 我真的不會放到銷售 你不相當自然 我還在舊單純那兒 還是誰 他說人家以後 你不相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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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相當自然 首先是部门上先做一个大概的调整 采购部 技术部 本年度技术部工作要落到实处 全面监控产品研发与一致性 正确引导 坚定信心 大胆去尝试 韩静 怎么会是你 你怎么会是新总裁 为什么不能是我呀 韩静 你的脸 我们现在是同事关系 不适合谈这个话题 你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我都还没见到人呢 行了 你别管了 什么都叫我别管 我 王总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合同吗 韩总 这合同有什么问题吗 别家公司给的月报价是180万 可你偏偏选择了200万的 王继昌 这一年差了240万 你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怀疑这240万你是不是存了私信 我没有 韩总 我就是觉得那小姑娘挺有诚意的 虽然啊 那个小姑娘她们在报价上没什么优势 但是 但是他们公司口碑还是挺不错的 诚意 前色交易 你既然知道咱们公司跟他们公司合作过 你就应该知道当年金城是什么下场 韩总 我错了 王继昌 你现在事业有所成就 家里老婆贤惠孩子听话 是不是人生过得太顺遂了 不找个小三都不能证明自己是个成功人士了 你绝对没有 韩总 我 我记得错了 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撒红 人家今天迟到了 一定会自发三非的 怎么 还有客人 写编导 你嫂子 好 看著背影就是個大美人 早饭 嫂子你好 我是衛華公司財務部總經理 李小溪 兩年不見 你會的還是這種下三爛啊 你是 韓靜 韓靜 看到合同的時候 我還在想 這個世界上怎麼會有跟你一樣不要臉的人 沒想到那個人 真的是你啊 怎麼 兩年不見 換了一張臉 換了身形頭 就以為自己是老闆了 是不是老闆不重要 重要的是 從今以後 你別想從陳田集團拿走一個 韓靜姐 說大話呢 別閃著舌頭呢 王總 你不是說今天要幫我簽合同的嗎 你不會是 覺得他比我漂亮 所以你選擇他不選擇我 你別亂說 有些人啊 表面上看的光線 誰知道他真的 多醜 再醜陋的面孔也會有一顆溫暖的心 而你啊 只是長了一張人 而你啊 只是長了一張人 王總 真不打算幫我嗎 好 你不打算幫我 我找別人 韓靜 我倒要看看你多有能耐 好啊 拭目以待 無界 韓總 我 明天自己第四場吧 欸 我 靠面來了 陳要吃 誰君呢 你現在只會幹一些端長倒水的活嗎 還是不是個訪問 李小夕 過分了 我過分 你要是個男人的話 為什麼要讓我出去賺錢呢 我當初還以為跟著你能過上個好日子 結果你看看現在 打砸的 把你能耐的人 難怪啊 當初韓靜要跟你離婚呢 就我還跟個傻子一樣跟著你 啊 我現在老婆沒了 孩子沒了 錢沒了 這位也沒了 又不是因為你 我會落到今天這個地步嗎 你說 你憑什麼打我 讓初自己的選擇 見你忘你那混蛋 以為自己有點沉就就漂著找寶貝 還嫌棄自己的老婆 我 到外遇 你現在 你憑什麼再過來關我 滾 孟小夕 你這幹什麼 我們分手吧 小夕 我知道是我昨天晚上做的不對 我不該動手 你不要走好不好 你現在什麼都沒了 你不要離開我 我留下 陪你要飯嗎 你的好前妻 昨天把我到手的合同都弄沒了 我幫你 你能怎麼幫我 你不就是想說我們跟那次簽訂合同嗎 我幫你 我去求韓靜 我真能讓韓靜簽下合同 我一定幫你把合同給簽了 你發現 好 只要你 讓韓靜簽下合同 我就不怪你昨天拿我的事 讓你換了 走了 走 韓靜 建總裁要預約不知道嗎 我想求你一個事 工作上的事 儘管提 私事 在這不合適 韓靜 我求你再幫我一次 就跟李小溪把合同簽了 我求你看在孩子的份上 求你再幫我一次 我為什麼要看在我兒子的份上 幫前夫的聘筒簽合同啊 韓靜 你是知道的 不到萬不得已 我不會來求你 你再幫我一次 就一次 幫忙是吧 同樣的合同同樣的推方 其中的內容你一定比我清楚 至於李小溪是怎麼勾引的 你應該深有體會 你要走 還需要我幫忙嗎 不過我也不介意成人之美 那萬一 人家可能是真感情呢 你 你 好 怎麼樣 婆通簽了沒 什麼眼神 抱歉了沒 這是什麼 你什麼意思 這句話應該我問你才對 易小溪啊 你不是說過你愛我嗎 你不是說過你會一直陪著我嗎 你說 你為什麼為什麼勾引別的男人 就一份合同而已 憑什麼懷疑我勾引別的男人 你又想騙我 這份合同代表著什麼 難道還有比你我更清楚的人嗎 好 我就是勾引別的男人 你不接受 那就分手啊 你怎麼會變成現在這個 你不是說過愛我的嗎 你不是說過你會永遠跟我在一起的嗎 愛你 我發現你們這些中年男人 真是迷之自信啊 我愛你什麼 愛你 中年油硬的啤酒度 愛你 不愛洗澡還口臭 還是愛你 臭脾氣還是自私自利啊 你 哦 是不是 清晨 就不是個男人 你除了會談你 你還會做什麼 我為什麼愛你 是個自私自利的廢物 為了錢 自己老婆都可以拋棄 一個人 孤老鬥子 我真會把我大把的青春浪費在你身上 我們結束了 好的徐總 我知道報價高不代表你們公司行為 這題事情我們明天見面再談 好的徐總再見 有事 韓靜姐 就你幫我們徐總求求情 那別開除我好不好 李小溪 你是不是搞錯了 你們公司開除你是因為你 他了你們公司的錢 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啊 韓靜姐 我真的知道錯了 你再給我一次機會 你幫我跟我們徐總求求情 你是成天極端的採購組件 他一定會看在你的面子 不開除我的 是我也不是太 我是因為太需要這個工作了 我媽媽身體不好 我媽媽沒有工作 所以我才這麼做的 我才給我一次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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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活該嗎 韓靜姐 你再給我一次 我一定會改的 以後沒有公司 你叫我了 韓靜姐 我兩年前已經給過你機會了 人生沒有結婚可以走 你既然選擇了靠男人獲取成功 你就應該為你的選擇付出代價 韓靜 你認識的 他已經是一個花 你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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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不會 你的 你會不會 二百八十万 百分之二十是五十六万 欠的房贷一百万 我已经还清了 扣除房贷五十万 和过去两年每个月 你应该给儿子的 抚养费两千 还剩两千块 这是两千现金 你点一下吧 就剩两千了 韩家 我已经知道他吃回扣的事了 所以呢 想求情啊 不 不是不是 那他咎由自取 我怎么可能替他求情 安静 他说我对不起你 是我鬼迷信一叫 我现在已经醒悟了 我好想回到以前 我们在一起的人了 我现在知道了 只有你三十岁爱我的 姐姐 你给我一次亲吻 我一定好好对你好好对小乐 如果我原谅你的话 我对自己没法交代啊 姐姐 我究竟看到儿子的飞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 对了 你也不想小乐 以后没有爸爸吗 秦成 咱们分开两年 我没换号码没刷你微信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怕儿子想你 所有选择妥协 但是这两年 你没给儿子打过一个视频电话 现在你跟我说你想做个好爸爸 你配吗 你配吗 行了 明天我让中介把房子挂在网上 自己好自为之吧 你 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现在一切都是我给你的 你不能放弃我 我不是不如你 你给的 金城 当初是你说的 让我在家照顾你和孩子 你负责打拼事业 所以我才回归家庭做家庭主妇的 因为当时的我认为和事业相比 你跟孩子还有这个家更重要 但是这些不代表我不能养我自己 金城 我不是不如你 我是为了成全你 而放弃了本该属于我的机会和炫烂人生 曾经的我以为 无论是爱情还是婚姻 总有一方要学会妥协 这样感情才能持久 现在的我更加深刻的明白了 越是浓烈持久的爱 越讲究势均力敌 你的妥协与容忍 不会换来对方的爱 只会让自己变得一文不值